那有人会说 就礼拜天 有一场游行 那场游行 会是一场报复性的游行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天就 泄斗嘛 在元朗 黑衣跟白衣人 然后这个礼拜天呢 在元朗 同一个地区 就会举办一场游行 那到时候呢 可能又会有一场打斗的场面会出现 我认为可能性 好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反而不大 那主要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空头没钱了 上次干活的人 无论是穿黑衣服的还是白 无论是穿黑T还是白T的 都收不到钱了 那你不给钱的话 谁替你干活 之前那盘账都还没算清 你这个礼拜 你又想我干活 不可能吧 你说真的要冲的话 那冲香港的劳工出来 去追讨那个钱薪好了 那没钱是无法动员的 一毛钱都不给的话 是闹不出事来的 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我是提一个最后的建议 假如说有人会想撑着那场 报复性的游行 然后凑着热闹 跟大家一起去闹事的话 我劝他千万千万上司 主要原因是因为 真正有能力闹事的人 这个礼拜天可能不会出场 假如一闹事的话 就剩下你自己几个人在闹事 然后警察就一抓一把 然后判刑就把你判成是 什么黑帮啊 暴动分子等等 判刑就会判得很重 这是非常无故的一种死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假如说想要抽热闹的话 千万要散事 那假如说 这个礼拜天游行不容易出现 上个礼拜天那样 元朗那个邪斗的话 那场面会如何 那场面会出现 我认为就出现游行之后 就有一些零 真的是比较零声的一些 可能是抗争场面 打斗场面那样 就基本上是警方是可以控制的 那种规模 不会是那种 失控的那种状态 上个礼拜天那种状态 就基本上是不会出现 不会再出现 因为缺粮草 好了 那假如说这个礼拜天就 基本上会稍微平静下来 那是不是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认为 阶段性是高一 就稍微平静下来 但是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空头 你不让它走 你大盘不跌 你大盘不跌的话 空头会让事情 就只能是逐步升级 之前就是那个Moodies 把香港的平静降低一级 你大盘不跌的话 他就推动 原来那场群斗的事情出来 然后推动完之后 还不给钱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 他钱都用光了 那是不是等于是说 多头就会赢了 我不这么简单去退论 因为呢 七月份输了 八月份休息 九月份可以再来的 现在大家看到一个场面 就是解放军 就已经进入香港了 那解放军会不会出来呢 我认为 假如说真的要出来的话 除非受到空头很大很大的压力 主要原因是因为 假如说解放军出来镇压的话 对中国 对香港 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想一想 假如说中国可以 香港可以平平安安 平安没事的 天天就 大家赚钱上班 社会治安稳定的话 谁想他乱 中国也不希望香港乱 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 假如说香港乱的话 就外资会撤资 然后呢 美国就可以 趁着这个势头 就重提 把香港自贸区的地位 重新讨论 然后呢 明年是大选年 就拿这个议题 来吊打中国 吊打香港 所以 这对于 香港来讲 没好处 对中国来讲 也没有好处 第一 第二 香港呢 对于 有人说香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现在已经降低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了 就有一个大湾区出来 然后做的事情呢 跟香港一模一样 就等于是把香港的地位 削弱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就我真的 就我客观的观察了 我发现原来香港是这么重要 香港是中国的人们币 国际化 第一个桥头堡 我发现如此 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呢 其实呢 中国是涌进很多资金来香港 来互盘 所以我就知道 香港非常重要 我才会这样说 涌过来的资金有多少 我认为总数 借金五千亿美金 我认为是 有这么多 那假如说 香港是只五千亿美金的话 那香港的地位很重要 你说 会不会无德顿 用五千亿美金去大湾区 不会吧 但是香港就不会 会不会无德顿 调动个两千亿美金 去中山啊 佛山 不会吧 香港就不会 所以香港非常非常关键 香港的身份非常关键 那假如说 香港的身份是这么关键的话 其实中国方面呢 有点头脑 没有 就 就有点清醒头脑了 都不会无德顿 就出解放军 出香港市面 增压 因为一增压 香港作为人民币 求走保 的那个地位 就基本上马上 粉碎 那 一个正常人 他不会拿起石头 夹自己的脚吧 而且是双脚啊 不是单脚 那你说 那你说政治是无可理解的 这不是政治啊 这是利益啊 好了 那你说为什么 会派解放军过来 那假如是没想过要增压 为什么 为什么要派过来 我们看电影看多了嘛 你说看电视啊 看电影啊 看那些看日神剧 每个剧里面都有一些什么秘书的嘛 想法过难 想法过难财的 的人呢 其实 多了去了 所以 不能单纯认为了 派解放军到香港了 就等于是准备增压 假如说真的要出香港市面增压的话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过程 那那个过程呢 我简单说 说 说几步吧 这个之后再说吧 之后再详细再说 首先第一步 香港呢 需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 局部戒严 局部啊 就某一些地区 闹市地区戒严 然后第二 全香港 进入戒严的状态 但是 这一步一出现的话 就等于是说 香港的那个 要不要 要不要停市了 股市要不要停市了 银行能不能 自由的 调动资金 进出了 然后另外 就联系汇率 会如何变化了 等等等等 都需要考虑 还有就第三步 第三步是非常关键 出兵之前 假如说 解放军真的要出 出兵 出兵之前 会出现最后一次 谈判 会出现谈判 那现在 我没看到任何谈判的迹象 假如说是一步一步走下去 到最后连谈判 都进行的话 都基本上 就会出兵阵阳 基本上是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下去 先说到这里 假如大家 对我所说的内容 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 然后记得 按个键订阅 然后感觉内容可以的话 谢谢大家 请我喝一杯咖啡 谢谢大厂 再见